欢迎收看三月七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财成公共拖劳中心设计快乐餐操作活动 让长辈自己动手准备午餐材料 活化肢体与脑力 新北市108年度长者健康检查加码听力 血清白蛋白 微量白蛋白 以及营养评估四项检查项目 劳动部推广高龄者人力在运用的观念 藉由引法人力资源中心 鼓励长辈再投入就业市场 文山农场推动有机茶栽种 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 健康无毒的有机茶 生活消费大众的喜爱 今天的热点看播 要为大家介绍HBO强片 石器小英雄 财成公共拖劳中心 每个星期四都会安排 让长辈自己动手准备午餐食材 一方面可以增进手部的灵活度 另一方面则能借由过去熟悉的生活经验 活化脑力 炎炎奶奶们有人切萝卜 有人挑豆芽菜 在工作人员与志工的协助陪伴之下 大家各司其职 一起动手准备午餐需要的食材 这里是财成公共拖劳中心 每个星期四都会进行快乐餐操作活动 除了训练长辈们手部动作的灵活度 一方面也是让他们可以借由过去熟悉的生活经验 活化脑力 也是一个只能治疗的概念 希望长辈他在 比如像我们今天的快乐餐的操作 也希望长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面的一个活动里面呢 跟他每天的生活连结 因为做菜这件事情对有一些女性长辈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部分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带领跟活动的操作 对他们来讲 他们好像是生活在自己家庭里面的感觉 由奶奶现在切起菜来还是相当利落 由爷爷以前从未下厨过 但现在帮忙备菜乐在其中 茶城公共拖劳中心主任高惠平表示 这些生活化的活动 可以让来到拖劳中心的长辈更有佳的感觉 同时也提升并维持他们的身体机能 高惠平主任强调 公共拖劳中心的设立 不单单只是希望提供长者健康层面的照顾 15岁以上市民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 都可以跟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检查 新北市108年度长者健康检查开跑楼 在记者会上透过了小朋友和爷爷奶奶可爱的短剧演出 宣布了今年要加码检查项目的好消息 市长侯友宜表示 除了会延续以往新北市独有的眼睛检查 固齿屠佛和运动处方以及衰弱评估外 今年再增加听力检查 检验血清白蛋白 微量白蛋白和营养处方的评估 新北市长者健检对象为涉及在新北市年满65岁市民 或者是55岁原住民 透过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检查 一共提供有一万七千个名额 我们有一万七千个名额是免费的 我们希望长辈们好好的利用 让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因为专业的医师 营养师 以及我们的听力的耳鼻额科额医师的检查 能够及早发现 我们到底有哪些问题 可以做适时的调整 所以我们的长者过健康 这会过喝一季 大家到底来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 血清白蛋白和微量白蛋白的检查 可以了解长辈的营养状态和肾脏病变的早期征兆 另外增加听力检查 提供更完整的五官聚全检查服务 希望长辈可以及早发现问题 及早治疗 让营法生活更加快乐健康 记者杨邦友 愿意调整个人愿意调整心态 有自信 更容易得到雇主的肯定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加上少子化 年轻人必须负担的照顾压力相对沉重 因此劳动部近年来开始推广高龄者 人力再运用的观念 鼓励营法长辈再度投入就业市场 营法人力资源中心主任余爱军指出 过去很多雇主对于高龄者存有偏见 像是认为他们体力不好等等 但实际录用高龄者之后 发现营法族其实具备更多优点 我们营法中心成立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我们接触到了一万多个营法族的民众 来我们这个地方找工作 我们发现营法族的优点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厂商也给我们的回馈 大概是讲 我们觉得营法族的有同理心 有耐心 然后人际互动圆融 然后对工作的忠诚度稳定度高 我想这些都是厂商非常非常喜爱的特质 营法人力资源中心成立四年多来 也积极为营法求职者开发工作机会 并且透过多元管道 让求职者与户主达到双赢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做法 当企业想要人才的时候 我们会召集一群的想要工作的营法族 直接到厂商那个地方去 有厂商跟他们介绍未来的工作环境 然后甚至会有职场体验 就是让这些民众实际的了解 他以后要工作的环境是什么 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再做面试 透过这样子的职场体验加面试的一个模式 我们发现民众的录取力提高了 而且稳定就业度也提高了 对厂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余艾军主任强调 过去的观念都认为 营法族找工作相当不容易 其实只要长辈们愿意调整心态 有自信 以他们丰富的经验 在职场上一定有相对的优势 记者声评这门期 新北市采访报导 文山农场从民国88年 就开始推动有机茶栽种 不使用农药 化学肥料与除草剂 除了取得有机茶认证 更获得绿色保育产品证书 目前农场生产的有机茶 包括了红茶、绿茶与包种茶 在实案意识抬头下 销售量是逐年提升 文山农场历史悠久 在日治时代 就是台湾有名的茶叶传习所 为茶种育苗、繁殖、制茶技术交流 与传承的据点 而且从民国88年开始 文山农场就开始实行茶叶有机耕作 目前全农场更是没有喷洒农药 因此孕育出丰富的生态 我们现在是转型为休闲农场 大部分是用有机来栽培 因为游客进来 他是喜欢自然的环境 就是尽量不要遭受到农药的摧残 所以我们这边完全不使用化学的东西 来造育草素 文山农场栽种的有机茶原面积 约有1.8公顷 生产的有机茶包括了红茶、绿茶、包种茶 除了取得专业单位有机认证 也获得绿色保育产品证书 随着近年来消费者食安意识抬头 厂内的有机茶销售量日益提升 他是因为最天然的东西 完全没有使用化学的东西 你不会喝到有化学任何的成分 所以对身体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没有任何的坏处 吴明中组长说 有机栽种其实相当辛苦 因为不能使用农药与除草剂 所以如何抑制病虫害就成了一大学问 另外还必须透过人工清除杂草 费时费力 尽管如此 因为长期接触与推广 文山农场的有机茶生活肯定 消费者回购率十分高 农场也结合了园区的多元化设施 发展各式茶文化体验 让大众不仅可以买到健康有机茶 更能进一步认识有机茶 制茶流程一举数得 接着生平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热点看播单元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轻轻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宽品 我有三家咖啡店 自从装了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以后 帮助我掌握所有店的营业状况 提醒我随时调派支援能力 有效的缩短客人的等待时间 以前 我都要自己寻电 通分吸跑的类似人 有了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 用手机 就可以远距离看到各店的状况 方便又安心 店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宽品 今天热顶看播要推荐的是 HBO强片石器小英雄 这部电影是描述在史前生物 与长毛巷还生活在地球上的时候 勇敢的洞穴人达哥和伙伴猪头 团结部落的力量 在比赛中对抗强大的青铜器时代对手 片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有趣角色哦 让我们一起来看精彩片段 HBO高画质 热顺 惊羽 热顺 惊羽 瀉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e on! Just run! Hotknot! Where's Doug? Have you seen Doug? DUG! 接着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1月1日请按下买Video会计键进入机上和买Video 即可抽三星手机、Sony耳机等好礼 收看影片加码再抽校普50寸4K大电视 详情可加买Video官网 上网看电视就要精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899元起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7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透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诈骗手法便便便 小心谨慎防兽片 杜绝黑心药品 维护国人健康 防止农工产品囤积 保证民众消费权益 法务部关心您 安坑轻轻轨工程 自107年12月28日起 至108年3月31日 至在新店区安一路二段 与安中路口进行轻轨工程 将调整道路路行 请用路人注意 以上的新闻内容 都刊登在 大新电影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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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my heart, take my soul All I need is you to be whole No sorries, no worries Let it always be a sunny day Oh, a sunny day Oh, a sunny day Oh, a sunny day 在監理服務APP可以查詢很多安全資訊喔 車輛是否定期檢驗 司機工作有無超時 有沒有行駛到進行路段 有沒有超速通通都知道 掌握行車大資訊,不用幻想小確信 監理服務APP操作教學 首先請先前往您的APP商店下載程式 在搜尋一欄中,輸入監理服務 安裝完成後,點選開啟 這個監理服務APP有各種資訊可以查詢喔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 如何查詢游覽車車輛資訊 進入城市 進入城市後,請點選這一格 接著 接著,輸入您目前所搭乘遊覽車的車牌號碼 就會進入到以下頁面 在此頁面中,您可以藉由這個小地圖 確認目前車輛所在的位置 行車速度是否正常 若有速度異常的情況 請馬上跟領隊或導遊反應 令司機當日累計的駕車時間也會顯示 如果行駛到進行路段,也會在小螢幕中告知 除了這個小地圖之外 往下滑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車輛資訊 車輛是否有定期檢驗 詳細的安全設備資料等 另外,如果使用此程式時 若未乘坐在這輛遊覽車上 就不會顯示定位地圖 假設您有親友搭乘遊覽車出遊 可於乘坐時洽詢遊覽車業者 取得親友所搭乘車輛的密碼 輸入之後,一樣會顯示出車輛定位 您可以藉此功能 隨時關心親友的行車安全 除了監理服務APP 現在起,業者會將QR Code貼紙 貼在前門的上車處 您可以在搭乘遊覽車時 掃描車上的QR Code貼紙 會出現以下連結 點選前往 就會進入到這個頁面囉 下載監理服務APP 掌握行車資訊 交通部公路總局關心您 下載監理服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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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机的电磁波会导致眼睛白那张 Stop!没有根据的谣言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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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谣者Out! 就让我是我来还原真相吧 各位乡亲朋友你们知道吗 在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电磁波发射器 就是那高高挂在天上的太阳了 所以太阳就好坏坏吗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很广 频率高的就像是 我们去医院照射的X光辐射线 眼睛看到的可见光微波露的电磁波 同学的无线电波生活中奠近的电磁波 一直到低频率的地球磁场 磁铁磁场等静电磁场 大家都是电磁波 我 我 我 好的 你 有什么问题 哦 你说电磁波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啊 来来来 我来告诉你 把普朗克乘数H乘上电磁波的频率μ 就可以计算出电磁波的能量大小1 诶 别一看到公事就睡啊 总之 频率越大的电磁波能量就越强 一般来说 频率高于子外线的电磁波 因为能量比较强 会造成生物细胞的破坏 长时间照射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所以要小心接触 喂 博士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啊 哎 真是的 当然 频率低于可见光以下的电磁波能量比较低 但是 照射久了也会产生热效应哦 别怕别怕 因为人体本身就具有调节能力 基本上是不会造成损伤的 哦 又传来了 其实网络谣言最常提到的电磁波就是通讯无线电波了 它的频率比红外线小1万倍 所以 它的能量当然就比红外线低1万倍咯 也就是说啊 要同时使用1万只手机 所产生的能量才会跟照射红外线所产生的温度变化一样哦 所以 各位朋友 就是你啊 别怀疑听我说完 千万别再相信不值得网络谣言哦 再见咯 see you 现在下载降你后部APP 可以早上很多安全组型哦 将人行车大组型 不必扛事忙碌啦 下载降你后部APP输用到下 小三 车先打开你的APP上点下载冰箱 跟轅车在栖软中中收入管理郭佐 安装完成后夾打开 这里 FH 复顿接到载降下载冰箱 它像有各种组型的载冰箱哦 现在呢为大家都介绍的是 要prochen要继续载冰箱车车轮轮车 建立栅甲油轮车轮车製光 三路來修理你附近所有油浪車車牌購買 就會看到下腳的外面 在這個外面中 你會可以利用這個小地道 靠你附近車兩處的位置 行車速度是不太正常 如果有速度不正常的情形 車馬上加秒隊才是左右歡迎 另外速記那一天開車的中時間也會安息 若是車載到金子競的路段 也會在租營墓內的桶梯 除了這個小地道以外 會面也會看到更多車輛組織 車輛是不是有定期減減 上次安裝設備租了頂頂 另外若是使用這個電視時 沒有坐在這台油浪車頂 就不會反思定位地道 可說你有親家朋友坐油浪車出的地方 可以在租車的時候問油浪車的夾車 親家朋友所有的車輛密備 輸入以後一樣的程式車輛定位 你可以利用這個功能 隨時關心親家朋友的行車安全 除了鑑理服務APP 現在開始 鑑車會把QR Code大鑽 搭在頭前車門租車的地方 你可以在坐油浪車的時候 送廟車頂的QR Code大鑽 會出現的臉部 是前往就會進入到這個外面了喔 下載鑑理服務APP 將下行車組織 高通部公路總教關心理 電視部安全報告 電視部安全報告 報告 電視部安全報告 通話中的手機電視部 可以跟人家出色 這裡用手機的功能會到腦裡 手機的功能會到腦裡 手機的電視部 可以去北京的白來中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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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報紙我來率明真相啦 各位鄉親朋友 你敢知道 在我們生活當中 最大電視部發洩器 就是在台上的日頭啦 所以說日頭就是壞命了 喂 也不是這樣說喔 電視部的頻率環為進化 頻率高的就探出時 再去北京小小的電光霍車散 麥酒快樂的可見光 微波爐的電視部 通常的無所電波 像我當中電器的電視部 一直到 夾頻率的地球主張 蓋體主張 才的整電主張 全部都是電視部 我…我…我… 好啦 你 有三個問題嗎 喔 你說電視部對人家 到底有最好嗎 來來來 我來跟你說 好 把普朗克常數 乘上電視部的評論 NU 就當生出電視部的 零零大小 咦 咦 不要一看公式就…